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节目 安知凯费是我俩和大家聊工作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分享成长经历的地方 这期节目是北内程序员求职系列的开篇 通过和朋友们讨论的形式 和大家分享一下科技公司面试的方方面面 希望对准备面试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有任何的意见反馈请给我们留言或邮件 那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知凯费 我是主播新干 我是主播Maggie 今天我们请到朋友小甘罗来和我们一起聊聊面试和刷题的那些事 那我们先请小甘罗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小甘罗 我现在在谷歌,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我现在大概是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感谢Maggie和新干邀请我到这个节目来 小甘罗,我知道你在Github上有一个7000STAR的跟刷题相关的项目 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缘由 你跟刷题面试的一些经历呢 好的,这个项目叫做CLRS CLRS就是算法导论的简称 就是四个作者的姓名的首字母组合起来的 当时我大概是在本科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闲暇的时间 然后我压力有点大 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都是省内竞赛或者国家计算机竞赛拿奖的 他们的刷题能力都非常强 跟他们相比我的刷题能力就比较弱 所以我就想提高自己的刷题能力 然后算法导论这本书又是算法界最有名的书 所以我就开始用这本书作为我的学习材料 我就在Github上创建了一个repo 然后把每张的答案啊什么都post到上面 然后随着项目的进行 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他们也一起帮忙contribute我的项目 所以我现在有一百多个contributor 然后也拿到了7000多个STAR 当当世界各地的学生们 他们搜索算法导论上的题目的时候 Google search就会把我的结果显示在第一页 所以我的项目有很多的traffic 也拿到了很多的STAR 7000STAR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概念啊 在Github上 比较火的 一般上1000STAR就足以区分一个 Hobby Project和一个真正有很多人使用的 一个Project 对的 那如果有观众对刷题不太了解 想看如果能不能我们先讨论一下 什么是刷题 为什么叫刷题这个名字 你刚刚也提到算法导论 那听起来是算 如何学习算法 那学算法和刷题目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学算法和刷题其实是两个有点不同的概念 学算法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偏向于就是有点理论的知识 它会包含很多证明的问题 比如说在算法导论这本书中 证明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 比如说让你证明一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然后比如说让你证明这个算法的正确性 但是刷题来说更倾向的是解题 比如说给你到问题 问你这道题的答案是多少 比如说像我们很经典的一个 八皇后问题 就是给你一个问题 让你最后给出一个答案 就是给出一个八皇后的正确的解 所以像算法导论的话 它其实并不是很像刷题 刷题的话我们有很多平台 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平台就是利扣的 所以很多人是在这上面刷题 那刷题所谓正确的解答 是一般都是意味着最优解答是吗 这个也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因为很多题目 我们也是很难想到一个最优解的 当然想到最优解是很好的 但如果是在面试中 我们一般倾向于先给出一个暴力解 然后由这个暴力解我们再继续优化 当然最后不一定能优化到最优解 但是面试通不通过 并不是看你能不能写出最优解 还是看你就是对这道题 是如何一步一步往最优的方向去走 以及你和面试官交流 面试官有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些提示 你能够很快的根据面试官的提示 给出一个更好的解法 对所以就是就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计算机 我们会上算法课 会去理解不同的算法 如何解决不同的计算机问题 因为就很经典的一个概念 就是程序等于算法加数据结构 你需要知道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 加上什么样的算法 你就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但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 作为软件工程师的日常工作内容 那之所以要讨论刷题 就是因为在面试 去招聘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一系列的规范化的流程 题目去考量 哪个candidate更适合这个职位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刷题呢 那这时候的刷题和我们上学时候 学习算法 做练习题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在上学的时候 其实分很多门课 有一门课可能会叫做数据结构 老师会带你了解一些基本的数据结构 然后还有一门课叫做算法 一般来说算法这门课 会讲一些偏难的问题 比如说讲到后面 甚至会讲到一些计算机的理论 包括NP等不等于P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学校里的算法课 它会更偏向理论 它会偏向于解决计算讨论 或者解决计算机中一些有名的问题 或者一些很难的问题 但像我们平时说的刷题的话 其实大多数公司 它的题目并没有那么难 它并不是像在学校里学到的 在学校里讨论的那些问题一样 它并没有那么理论 而是更实际的 让你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一个问题 同时看你的编程的熟练程度 和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有看你和面试官的交流 就在当面试官给你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能不能很明确的和面试官交流 清楚你的具体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解决思路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的解决思路 我能不能让面试官明白我想要做什么 因为面试实际上是在考量 我作为面试官 我想不想要和这个面试者当同事 我觉得他的能力 能不能解决我平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我能不能信任的把一个任务交给他 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的 然后其实刷题 像我们在学校学算法的时候 就是比较偏理论 然后也没有涉及到很具体的程序语言 但像我们刷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很多时候是要当场在计算机上进行跑的 所以你是要选一门你最熟悉的语言 然后快速写出这道题的解决方法 比如说 sort函数是一个很经常使用的函数 在lead code中 它会帮你把所有的header给加进来 比如说sort函数 这个是在C++标准库里面的一个叫做algorithm的库 你在lead code中不需要include algorithm 你就可以直接用sort这个函数 但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给你一些平台 他可能并没有自动帮你include这个函数 当你使用sort的时候 你会天真的以为他马上可以用了 然后你一跑你就会发现 你拿到一个编译错误 他找不到sort 所以千万不要杜绝这种情况 一定要对这门语言非常非常熟悉 那我记得 几年前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刷利扣 我当时还只有小几百道 我当时也就其实也就刷了一百多道lead code 就找工作之后我就也就没有刷了 然后最近我看一下lead code好像都一千多道题目了 那从几年前的小几百道到现在的一千道中间 它是题库是怎么变得这么庞大的 那那时候刷题和现在刷题又有什么不同 对的lead code准确来说现在有1700多道题 但是虽然题目很多 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1700多道题全部做完 在我当年刚开始做题的时候 lead code只有150道题 那150道题的质量就非常高 但是现在这几年lead code引进了content模式 它每周都必须至少要出四道题 因为每次竞赛都会有四道题 然后每次竞赛完的四道题都会自动加入到题库里面 因为它有这个压力 每周必须要出四道题 然后其实lead code还有一个bi-weekly context 它也是四道题 所以它的lead code的压力就非常大 它每周必须要加入这么多题 才能满足大家竞赛的需求 这也就导致了它题的质量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个人觉得lead code的前两百道题 或者是前三百道题 它的质量是最高的 当我做到当我做一题不会做的时候 我可以今天马上看一下答案 然后明天我可以花十分钟复习一下 一周后可以再花十分钟复习一下 然后一个月后可以再花十分钟复习一下 不说速度百变期自线吗 当我复习了这么多遍 这道不会的题 它已经可能深深地烙连在了我的心里 我下次碰到它 我就马上会了 所以我的个人建议是 虽然有一千多道题 但我们没必要全部看完 我只是要关注最重要的前两三百道题 而且lead code是有sum up sum down这个功能的 所以它有个tag tag叫做大家最喜欢的一百道题 所以这一百道题它的质量是最高的 所以我可以推荐大家先把这个tag的题先刷完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百道题的tag 然后接下来把前两百道题 或者是前三百道题刷完 最后再根据你要面试的公司 你可以去lead code上买个会员 或者去其他地方搜一下 因为lead code的题目是有按公司的tag来区分的 你可以去网上google一下 看lead code上facebook的题有哪些 lead code上google的题有哪些 而且那些经典题目基本上也涵盖了各种数据结构和算法 比较流行的那些类型 所以把这些经典题目刷完之后 你对最基础的面试中会遇到的一些算法和数据结构都有非常好的了解 其实就是新评装旧旧吧 其实很多题目就是把背景换一下 但其实核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我发现我虽然我面试经验不多 但我发现面试中最常出现的还是就DFS BFS这些 然后有时候难一点出现一些DP都很少 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Union Find Topological Sort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类似的 其实出现频率最高最高的应该算是backtracking 比如说八皇后数读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题型 都是backtracking LeCode上可能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题 是属于backtracking类型的 那不同语言在刷题中有什么不一样呢 具体来说使用哪种语言对面试官录取你的影响不是很大 比如说你用C++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或者说你用Python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面试官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根据你使用的语言会有偏见 但是在LeCode这个平台上 比如说去做竞赛 那语言就很关键了 一般来说用Python的话 是要比C++起的代码短很多 因为Python它内置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但其实就 根据LeCode的context结果来看 就是很多计算机大牛们 就是他们入手都是从C入手的 所以context名列前茅的人 大多数也是用C或者C++ 明年前茅Ranking这个是看你的复杂度速度这些吗 这个和平台很有关系 在LeCode上这个平台 最重要的就是把四道题全部做完 做得快的人的Ranking就在前面 Got it 那你刚刚说了看平台 那还有除了LeCode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刷题 这个我了解一些 首先我并不是计算机大神 然后一个最著名的平台 我知道的是一个叫做CodeForce的平台 上面就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人在上面参赛 基本上是全世界顶尖的选手 在这个平台上面 它对你的时间空间复杂度的要求就很苛刻 所以你要好好设计你的程式 对于刷题来说 对于面试进公司来说 刷CodeForce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因为它上面的题目确实过于难了 刷LeCode就已经足够 互联网上聊准备技术 聊准备程序员面试 一般还推荐看一些书 Cracking the Code Interview 或者类似的一些书 那这些书也需要去看来准备吗 Cracking the Code Interview 我以前看过它好像有150道题 这本书也还是挺好的 不过如果我们只要刷LeCode又要看书 那花的时间确实太多了 假如你有闲暇的时间 你刷完LeCode的 那看一看这本书也是挺不错的 那假如时间不够的话 我觉得还是主刷LeCode的吧 那在你的面试经验中 刷LeCode的题就足以能够面对 90%每每的面试吗 我觉得是足够了 首先就现在LeCode的题目规模来说 它已经有那么多题了 所以它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的 而且我以前也给LeCode加过题 我以前给LeCode加过十多道题 所以 这个加题的 什么时候会给LeCode加题 什么样的题会给LeCode 他们的加题模式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一亩三分地上的话 不是有很多人发面经吗 然后我们就会整理出一些题 就从一亩三分地里面 从一亩三分地里面整理出一些题型来 然后加入到我们的备选库里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决定 比如说我们要加这题 我们要加那题 然后我们就把一亩三分地里面 编的描述 就是把它规范化一下 就变成把它转化成一道正式的面试题 然后我们会自己给一些input output 就自己加一些test cases 主要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LeCode上的题都是根据 真正的面试题来的 我们也知道上面有很多按公司来区分的tag 为什么能按公司区分 因为它们就是真正的面试题 那除了刷编程题 在大公司面试中还有哪些其他环节 是不是说我熟练掌握了刷算法题 我就能一定通过面试 这肯定也是不一定的 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公司 亚马逊 它会面很多behavior的题 亚马逊的话 比如说onsight它会有四至五轮 每轮可能20分钟让你刷题 剩下的25分钟是面你behavior 比如说你有没有 他们会问你有没有 比如说有一个时刻和同事有争论 他们要选择plan A 带你更倾向plan B 然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他们就比较会喜欢这种behavior的问题 在聊behavior的时候 其实更多是从你之前的工作经验出发 聊一聊你之前遇到了一些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由此来考虑你作为一个工程师 你的能力水平是如何 这可能更多也跟你现在的level有关 比如说我是一个刚入职一年的 那可能更多考察是我能不能把程序代码给写出来 那如果你是更高一些level的 你的工作年约更长 那之后就会更多的考虑 你在一个project中你起的作用 当你遇到一些project delivery project management delivery timeline 这些问题的遇到冲突的时候 你怎么去解决 这些可能是在不同的阶段会不同的去考虑 对的可能当级别稍微高一点点 比如说介于junior和senior之间的话 想要升到senior呢 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别人多交流沟通 能够在一些适当的时机做一些适当的决策 而不是一味的上面发下了什么任务 然后你就狂写狂写 所以亚马逊这种behavioral question的问题 它可能也是想探测你这种 有没有和别人交流沟通 就是有效的交流沟通 然后迅速决策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 就很多公司都会有专门的 除了coding轮算法轮之外 还会聊hosting manager轮 专门有manager来和你聊你之前做的一些项目 聊你经济上的项目 由此来考量你作为一个案子 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 对 这个是和公司有关的 像谷歌的话 它是general hire 所以它不会有hiring manager过来 但比如说像其他公司 比如说苹果 苹果的话是按组招的 所以它其中肯定有一轮 是要招你的那个组的manager过来面 我面过两次苹果 一次是分布式组 一次是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组 最后一轮都是 他们的hiring manager直接来灭你 所以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你要很注意 他们需要的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体现出自己 首先你要告诉他们 你的编程能力过硬 其次你还要告诉他们 你是很好的一个teammate 你的交流能力很好 你很乐于助人 你很会帮助其他人 你和其他人相处的都很好 你能够给组里带来很积极的力量 能够帮助这个组 蓬勃向上发展 那这样hiring manager 肯定就会很喜欢你 很想要你 hiring manager就是 你之后很有可能进了那个组的manager 苹果的话 还是专门 苹果的话 hiring manager的话 他以后就会是你的manager 我面的那两个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面的就是他们那两个组 他们可能是你的直接manager 我面那两个组 他们就是会是我的直接manager 假如我接了苹果的offer 我知道还有很多情况 就是你在开始面试之前 先投那个岗位 在看你简历的时候 就是有head count的那些组的manager来看 看你的简历经验 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有相关业绩经验的人 如果不是的话 就算你的简历非常强 那个组也不会一样 可能 这时候可能就需要跟recruiter 去交流 看有没有别的更加适合的组 或者进一些generational hire 当你通过了面试之后 再去team match看你适合性的一个组 对是有这种情况的 因为像中小型公司 他们很多时候是按组招人 或者每个recruiter 附着一个org 这个org下面有好几个组 然后每个组都有 有些有head count 有些没有head count 那你简历拿到这个recruiter手里 那recruiter手里可能 他的head count里面 并没有很合适你的职位 那你可能就可以问下这个recruiter 比如说其他org 有没有这样的head count 能不能交给其他的recruiter 来负责一下 确实在面试中 会碰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一般是一个混合的 因为当一个组需要紧急的 要招一个组比较紧急缺人 可能有人刚跳槽走了 现在缺人做这个项目 或者是这个组 leadership更多的invest resource to this team 然后这个team下个corder 有很多重要的project 但现在并没有那么多人 这时候他们有很多head count 需要补全 这时候这个组就会 一方面在公司内部打广告 从别的组招人 一方面也要朝外打广告 这个时候recruiter就会帮忙 联系比较适合这个组的人 当有candidate来投简历的时候 recruiter就会和这个组的manager 先给你看一下resume 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这样一个经历的人 然后这个可能是 就是这个组的工程师 和这个组的manager去面语 这个时候就会看 除了你coding技能是否过关之外 还要看你的经历背景 看你的交流能力 是不是和这个组的工程师 更合得来 这个组的工程师 是不是喜欢和这个candidate做同事 那除了编程算法题之外 你有见过其他take home project 或者pair programming这些面试方式吗 除了算法和behavior的话 像你说的take home是一种形式 比如说我以前面 我以前收到过特斯拉recruiter的邮件 他们是让我回去做个take home project 但我看了一眼 那take home project确实有点复杂 可能要花数十个小时去完成 然后我当时的目的只是 就想跳槽 我面了很多公司 然后对于特斯拉这个公司 如果我要在上面花十多个小时 那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性价比是比较低的 就算我花完了十个小时 很好的做出来了 那我也不一定能拿到offer 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环节 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放弃了特斯拉的面试 据说在特斯拉早期的时候 每一个最后 每一个通过面试的人 最后都会和Elon Musk有一轮最终面试 然后Elon Musk会花几秒 或者几分钟 或者十几分钟来决定他要不要你 那你可能错过了 和小马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没办法 这就是命 你跟命运都不一样 对当年如果你多花那十个小时 完成take home project 现在的package可能已经翻了十倍二十倍了 我已经错过很多次机会了 没有没有 以后还有机会 对还有机会的 对刚才说到这种面试的形式 我们讲到take home project 还有一种是系统设计 但系统设计也是忍者智者建筑 其实中小型公司 他们就会比较喜欢面试系统设计 因为中小型公司 他们更喜欢招到这样一种人 就是这种人他们 他们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 他们能够快速的把一个系统给搭起来 所以中小型公司更喜欢面试系统设计 那系统设计要怎么去准备 系统设计的话 首先市面上有很多 就是这种教程 有些是免费的 有些是花钱的 就是看自己个人的需求 去决定要不要花这个钱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一亩三分地 上面会有很多面金 然后我看到那个公司 面的这个系统设计体系 那我可以去谷歌一下 看我需要注意哪一块 其实系统设计对很多newgraph来说 就是一片空白 因为很多人 比如说如果是drama的人 那他们是一点都没有系统设计经验的 但如果是科班的人 他们学过操作系统 他们学过文件系统 他们学过 他们学过线程进程 他们学过内存 像操作系统本身就是一个 无与伦比 无比精妙的系统设计 就科班的人 他们可能就系统设计的话 就有一半的感觉 我要如何去设计一个系统 我要用到哪些数据库 这样子的东西 但对于大多数人 我觉得还是多看看面金 多去看看系统设计的一些教程 这样子 就平时多积累经验 去一亩三分地 或者去各个平台 看到这个公司出了什么系统设计 我们去谷歌上 多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就平时多积累一些经验 那在日常的工作中 有什么推荐的积累经验的办法呢 日常的工作中 那么主要还是 就平时我们在大公司 都只是负责一个很小的模块 我觉得就 最重要的还是多看看一个文档 比如说 公司有这么一个大型的系统 那肯定是有一个文档 介绍它有哪些模块 那我们更重要的是去读这个文档 去了解它有哪个模块 哪个模块提供了什么功能 一般来说公司的设计文档 那都会有 都会有个图 那图里面有很多框框 有很多线 那我们就只需要了解 就每个框框是干嘛的 上下游之间 他们是如何交流的 他们用的是 比如说用的是什么协议 然后我们用的是什么数据库 数据库的schema 又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主要是 靠这些可以去提高 系统设计的能力 对 读设计文档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我觉得 就system design 或者就in general 刷题而言 它和实际工作 也不是说完全不相干 也不是说完全一致 它是有一个交叉的区域 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 刚刚我们聊system design 你在工作中 你看你们组负责的这个项目 system design 是怎么样子的 你在面试中 可能就能聊到你们工作中用的系统 那你在面试中 可能遇到其他题目 你需要专门去准备 其他的system 到底要怎么样design 你去学习其他system 怎样design 可能在未来 也能应用到你工作中 对 比如说 这和你面试公司很有关系 比如说 如果你面 snapchat 我最近就在 地里面经看到 snapchat面试题 有个就是问你 如何设计snapchat story 那很一样 如果面推特 你就好好准备一下 如何设计推特 如果面uber lift 你就问 你要准备一下 如何设计uber lift 对 我还 在推特上 之前看到有人 也不知道是joking 还是真的 就有一些小公司 可能是 他们要设计一个信息层 但他们并不知道 怎么去设计 他们在面试者 就会拿十套铁来问面试者 可能面个十几个人下来 他们就有了十套 可能有相似的方案 我们就可以从中 射引导最好的 对 他们这样子 不但可以找到人 而且有了个解决方案 你在面试中 你遇到的最难的公司 或者最难的 你觉得你最screw up的地方 在哪 最难的公司的话 首先 亚马逊可能是一个 比较难的公司 我面亚马逊 面了三次 只成功了一次 失败了两次 他们的behavior这一轮 我感觉确实比较难 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难 因为我的擅长 可能不在于behavior 首先我的英语 可能也不是很好 然后比较难的公司的话 谷歌我觉得 应该也算是 稍微难一点的公司 因为谷歌的面试题 确实比较难 每次我面谷歌 总会有一些 DP的问题 对于像Facebook的话 Facebook一般来说 是面利扣的 medium题目 但是谷歌的话 总会时不时 插进来一些 DP的题目 所以我觉得谷歌的 面试难度也是比较高 当然Snapchat面试难度 也是比较高 Snapchat我们现在都说 它是TLC2 company 就它的compensation 在业界来说是最高的 所以它的面试难度 也确实比较高 我看第一个面试 发现Snapchat题目 也确实是比较难的 就关于compensation 各个公司给的 有什么不一样 怎么去negotiate 这个我们和小甘罗 这会儿可以再聊一起 今天就先专注在 面试和刹题上 对你还面过 你还面过投行呢 以及一些东海安 我们现在聊的主要都是 西海安的公司 西海安科技公司 对你还有多海安的经验 我我比如说 我面过一家芝加哥的投行 这家公司规模非常小 engineer只有十几个人 我在面试的时候 遇到过很多很厉害的人 比如说有一轮是一个清华小哥 他毕业后 先是在谷歌待了一年 然后觉得谷歌没意思 就来就来到了这家公司 然后关于touch fund的话 他们的面试是比较难的 如果是转码 光靠刷题应该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面的题目 会非常的非常的深入 大多数海安科技公司 用的是C++ 然后他们会问很多 C++内部很核心的东西 比如说会问你 会问你什么虚表是怎么样的 反正就是牵扯到的东西 都是非常很核心 C++的东西 是平时刷题所接触不到的 那如何准备这种面试呢 像看effectiveC++这类的书 有用吗 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想要面这些公司的话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还是把科班的知识 你要给补一遍 比如说操作系统 比如说线程进程什么的 比如说内存 这些东西都要补一遍 比如说我们有个二维数组 它是100乘100的二维数组 我们有一种辨理方式是 比如说A01 A02 A03 A04这样去便利 但还有一种便利方式是 A00 A10 A20 A30 A40这样去便利方式 看上去一样 但两者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知道CPU是有A01 A02这样子的缓存 当我们用A01 A02 A03这样去便利的时候 速度会很快 因为它那一排全部都在缓存里 所以都是catch hit 当我们用A00 A10 A20 A30去访问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造成catch miss 每次都要重新把数据 加在到CPU的catch里面 就要看你面试的职位 要求的技术细节 比如说他们可能对memory control 这些算法的速度有很高的要求 或者说你去一个科技公司 去一个JVM组 可能就要对你 可能要求你对JVM garbage control 或者JVM的速度提升 对内部的很多细节 要有具体的 要有经历 要有学习经历 或者是你去一个做mobile app 或者做前端 做web的组 可能你就要对platform API这些有经历 你要真的去做过一个app 做过一个website 这个时候你如果只会刷算法的话 就会对你的发展或者面试比较局限了 特别是你在度过了new grad的阶段 在去投一个要求有一定工作经历的时候 你在面这些组 纯做算法是没有用的 你肯定是要去了解工作的具体内容 对还是需要开始工作之后 要多学点知识 要不断学习 不然就会落后 那我们也聊到开始工作之后 纯刷算法题是没有 那通过刷题练习的变成能力 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写的爱码有哪些不同 刷题中学习到变成能力的话 比如说关于lead code 很多时候我只要过了就行 我对在lead code中 我对变量的命名 我对函数的这个signature长啥样 其实我们都不会很在意 但是在工作中 我们就很要求 对一个变量 对一个函数 我们对他们命名 我们一定要有给他们一个有益的名字 不然可读性就会非常差 而且在写lead code的时候 我们不会写任何comment 对 或者很少有人会写comment 但在工作中 我们就必须要写很多comment 这样别人才会知道 你的代码是干什么的 很多时候我们comment要写很多 甚至比如说我们有一百行代码 我们可能就有一百行的comment comment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公司 它的源源流动是非常大 很可能这个组现在有五个人 两年后这五个人 他就都不在了 那你让接下来的人 他们怎么看懂代码呢 所以comment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还有肯定就是关于程序的性能 比如说我是用C++的 在lead code中很多函数 那我们并没有pass by reference 那我们就直接pass by copy 那这样函数的性能就会很差 但是在公司里面那么因为我们有时候数据量会很大 那么pass by copy的话对空间对时间的那个损害就会非常大 所以在公司中写代码对性能的关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对 在我实际工作中我还会更多的和同事考虑我们写的 我们维护的library我们的API design是不是user friendly 我们可能会花很长时间去讨论我们API需要expose哪些parameter或者我们的API叫什么名字 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intuitively understand的这个API是做什么的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讨论在这里讨论 但你在刷题过程中可能不会花这么多时间考虑我这个方我这个method 我这个function叫什么名字 我们会更多考虑 OO design 更多会考虑architecture 怎样可以让我们组负责的这个module和其他组负责的那个module independent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产生很多的别的组的人跑到我们这里来供信代码 我们跑到别人组那里来改代码 这样子会让整个系统的复杂度上升很多 对公司liko刷题和公司写代码他们scale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liko中我们刷一道题写100行代码已经算是很多了 但是在公司中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组的repo 我们的代码只有上百万行 那么完全就是不是同一个规模的 那在公司中写代码还需要掌握的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快速了解各个component 各个模块之间的什么关系才能帮助你快速读懂 就你现在这个组的这个repo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才能够快速上手 对还有很多时候像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行的代码这时候你就需要refactor了 这时候你就需要因为很多人在进公司之后写代码 更多是copy-pasting我看了别人这个test怎么写 那个功能怎么写 我都要写一个相似的时候我就直接copy-paste的过来 就这个时候如何的去构建一套方便大家更更快的去理解这个代码 如何work如何去写一个新的类似的功能或者test这个时候也会很重要 这和刷这是在刷题中完全用不到的 对了我我刚进现在这个组的时候第一个大项目就是一个很大的refactor项目 大概写了四五个月也是写了上网行的代码 然后现在代码的可读性就非常好了 所以这也是很多如果对实际工作并不了解的new grad的朋友 他们如果只练习刷题对实际工作会遇到的问题有所知的话 可能在刚工作几个月半年一年的时间内会有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也需要他们不断的去适应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准备刷题准备面试和实际工作中有这么多的不同 那我们刷题的意义又何在 既然刷题并不能反映我们实际工作中需要用到的技能 我们会需要实际用到的技能 那是不是刷题并不能很好的去评测一个面试者 他的技能是否符合公司所要求的 其实我觉得刷题还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一个公司比如说很大的公司像谷歌这样子的公司 他每年收到上百万份的申请 那么怎么样有个很好的标准去区分这些申请者呢 我们知道这个事件肯定是没有完全完全公平公正的标准 就像我们的科举考试一样 他也不是很完全公平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相对公平 所以我觉得靠那些面试者刷题的能力 我们能够做到相对的公平 从平均值就从概率上来说 假如这个面试者他解题的能力比较强 那么我就可以说从概率上来说 那这个面试者他以后在工作中的能力也应该会比较强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很小的数据点它会不一样 有些人刷题能力不强但是工程能力很强 当然是有这样子一些人 但是大公司其实招的更多是螺丝钉 所以靠刷题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因为大公司损失一两个工程能力强的人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刷题还是挺有用的 从这一方面来说虽然有点偏颇 但是因为毕竟是相对的公平 刷题还是很有用的 对刷题就像是基本功吧 对 就如果一个人工程能力特别强 或者他在某个领域在某个系统特别有经验 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单独的去评测那一方面 可能会对他之前做的系统做一个deep dive 这个时候他的编程能力可能就是一个 可能就是一个基础要求 只要他能够证明他是有基础的编程能力 那可能更多就会考量他之前做的系统 他是不是真的了解他有哪些贡献 其实我觉得工程能力强的人 那只要他花几十个小时去熟悉一下刷题 那么他的刷题能力也会突飞猛进的 而且对于工作工作经历更短一些的求职者 他们的他们在工程经历上可能并没有太多可以聊的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证明自己的基础编程能力 通过更快的完成面试算法题 可以证明他能够在进入公司之后进行输出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 刷题还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就考验面试者刷题的能力 所以听起来是刷题能够帮助求职者和公司 两方面都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工作的一个配对 就比如说作为公司而言 我不需要去给每个求职者 take home project等更长的时间 或者是安排工程师和他们pair programming 花更多的时间 那对于求职者 就比如说你刚刚觉得特斯拉take home project 要做一个星期这个例子 可能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准备 因为我不仅要面特斯拉你一家公司 我可能要面十家公司 那如果每家公司都需要我花十个小时或者更多 那对我的压力可能更大 我更愿意去快速的完成一轮onsite 这样子也是更加高效的一个求职过程 然后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有个推特就是 Home Blue的作者 Home Blue可能所有软件工程师 只要你使用Mac 你都会装一个Home Blue来装软件 Home Blue的作者去面试Google Google面他你能不能invert binary tree 是一道经理算法题 然后Home Blue的作者他当场写不出来 然后Google就挂了他的面试 之后他就发了一条推特讽刺说 你们公司90%Engineer都用我写的软件 但是我不能invert二叉数 所以我就不能进你们公司 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他就吐槽他说他不会再 他说他写不出bubble 对但他可以写出Ruby on Rails Ruby on Rails 就大家作为工程师 很多时候就不喜欢白板编程 很不喜欢去准备刷题 因为因为怎么说 就是我在工作中我并用不到 我想要换工作的时候 我作为工程师 对就就为什么作为Home Blue的作者 作为Ruby on Rails的作者DHH 他们都站队不喜欢刷题 就确实很多 我平时看Hacker News中 只要出相关的跟白板编程面试有关的 下面青色的人都说 我经验非常丰富 我有十几年的软件经历 我写出过很多作品 但我痛恨刷题 我非常讨厌 我必须要刷题 才能进换公司跳槽找工作 就因为刷题跟实际工作有很大的脱节 然后大家如果花一两个月专注于刷题 只是为了换一份工作 而不是通过我给你讲清楚 我之前做的哪些实际的软件工程的项目 我有很强的领导力和技术能力 就这个脱节让大家感觉非常不舒服 专门花时间来准备面试 让大家觉得实际上是浪费我时间生命的一个过程 但我觉得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原因 就比如说你家一个公司是四级五级 然后你跳槽 那另一家新公司面试你的时候 就算你说了很多你以前原来项目的经验 但他确实不知道你在原来公司那家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毕竟以前没有接触过你 他能够考察你的编程的能力的可能 通过刷题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因为就算你说的口若悬河 把你以前项目说的怎么样怎么样 但很可能那也只是你简历上的东西 就你在前一家公司做的东西 很难被后一家新的面试官给知道 最有效的方法是他们只能通过刷题来评价你 对就还是一个信息不对等 如何能够证明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 和你的实力的一个问题 那这时候是不是如果你在Github上比较活跃 你所有的contribution都是open to public 你可以看到你过去的所有的PR 这样会更方便别人来评价你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 但有些公司像谷歌很多的东西都是公司内部的 所以大家也就看不到你的代码了 对就这种情况下 因为很多的软件工程师 他的贡献都是并不公开的 是在公司内部的 所以你说可能下一家公司 他并不能够完全相信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察你实际的变成能力 在此基础上再来和你聊你过去的一些项目经历 刷题也是 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吧 这样来看 因为确实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对 而且在这个大环境下 大公司发现通过刷题来考察 能够节省他们更多的时间 这时候就算有一个candidate 他有很多公开的代码和工作经验 大公司为了更高的招聘效率 他可能也不会去考察那些公开的经历 不会作为一个特例去考察你 而是要求你和别人一样 通过刷题准备白板编程面试 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很优秀的工程师 有公开的项目经理依然被要求白板编程 他们会非常的不爽 对 大公司他们主要还是讲究流程化 规范化 就是这样子可以让他们所有事情很简单 他们如果为一个人开特例 那就很难 不过大公司的话 对于那些级别高的人 肯定流程就会很不一样 对于像我们这些 像我这样的 比如说小一顿 senior的人 那可能还是走的是比较流程化 规范化的一个hiring的流程 好 我们今天就聊了很多刷题算法 面试实际工作相关的一些讨论话题 我们之后还可以再聊一些 比如说我作为面试者 除了刷题算法 我怎样去在其他方面做准备 或者是我在面试的过程中 怎样去做准备 包括在covid的前后 可能你要坐飞机去上赛的 covid的时候 你远程 这样子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包括 反过来 当你开始工作之后 你作为面试官 如何去准备 如何去面试别人 如何在hiring committee里面讨论结果 甚至你参与到公司制定面试流程 influence整个公司的policy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以后慢慢的和小干罗 和其他朋友一起聊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会把小干罗的youtube和bili频道 放在show notes里面 欢迎大家也订阅小干罗 小干罗 如果大家想联系你 用什么方式最好呢 联系我的话 比如说可以在我的youtube频道 和我的bilibili频道下面 比如说可以给我评论 或者可以直接给我发消息 好的 好的 感谢小干罗做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